我死后第一天 妻子便和初恋男友约会 我曾对她说过 我若是死了 下辈子 一定不会再爱你 但她却一脸不屑回道 求之不得 但都说祸害一万年 后来如她所愿我死了 可她抱着我的骨灰中南南道 还在生气呢 凌晨的时钟响起 我盯着桌面上 逐渐融化的天蓝色蛋糕 蛋糕上面插的 唯一一根蜡烛已经燃尽 我的生日既然落幕 我慢慢走到桌边 看着那个被人遗忘的蛋糕 端起来啃了一口 生日快乐对自己说 接着便毫不犹豫地 将整个蛋糕 扔进了垃圾桶里 深夜她回来了 我看向自门关处走来的女人 回来了 白路染淡漠的目光 你向我这里皱眉不悦了起来 除了喝酒 你能做点正经事吗 我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笑了下 喝酒就是正经事啊 随后 摇摇晃晃走到她跟前 酒是个好东西 来 你也喝一口 于是将酒杯送到她嘴边 她眯起双眼 甩开了我的手 你该睡了 由于力度过大 杯中的红酒晃出大半 这么一甩 我倒是清醒了些 我放下手中的杯子 这才回过身看向她 今天是我生日 听到这话 白路染眸光微止 只一瞬又恢复如常 既然是生日 当然得有礼物 我吐了一口气 你不送我 那就由我送你吧 说着 我从沙发边的抽屉里 拿出一份文件 扔到桌上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她目光扫到文件的封面 离婚协议书几个字 映入眼帘 这时她眉头猝起 但生问 你又想玩什么把戏 之前我们两家联姻 将你绑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委屈你了 你不是一直想着 你的初恋男友吗 去找她吧 我将离婚协议书 递到她手里 在她没反应过来之前 轻轻吻上了她的额头 不过几秒 我便被她用力推开了 差点摔倒 我脸着眸道 夫妻做到我们这种地步 挺失败的 看来 我们真的不适合 成为相伴一生的人 白路染的声音依旧很冷 如果当年你能这么想 我们也不用互相纠缠到现在 是我的错 我勉强勾了勾嘴角 这份罪过 看来只能以死相比了 白路染嘴角勾起冷酷地笑 你舍得死吗 我顿了一下 声音微微低沉了些 我若是死了 下辈子 不会再爱你 等你死了再说 白路染收回目光 直接转身 离开 门砰的一声 被甩上 她又走了 嘴角的弧度逐渐消失 她仍是那么讨厌我 我苦笑 坐到沙发上 从抽屉里拿出 另一份文件 体检报告 癌症晚期 几个让人窒息的字 被写在了报告的最后一页 我闭上眼睛 好一会才睁开 然后将报告撕掉了 纸线散落一地 我看着无名纸上的结婚戒指 指尖轻轻在上面来回摩擦 于是缓缓将婚戒摘了下来 放在桌面上 第二天清晨 我收拾起自己所有的东西 扔到车上 连早餐都没吃 便要开车离开了别墅 我开着车 一路往前 渐渐远离市区 上了环海高速 打开车窗 迎面吹来的风冰冰凉凉的 头发被吹动着 再也不见 白洛然 方向盘往右侧打 我松开双手 油门踩到最大 砰 车子急速撞上右侧的峭壁 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座的位置 鲜红的血从车底蜿蜒而出 虽然我死了 但是灵魂却一直飘荡着 本以为死后可以远离白洛然了 可是不知为什么 灵体一直围绕他左右 环宇国际六十楼 我飘着来到了他的公司 自从他父母双双出车祸遇难 公司便由他接手掌管 秘书为他冲了一杯浓咖啡 我也跟着进了办公室 总裁 宇维斯的视频会议在九点半开始 会议资料已经整理好 放在您桌面了 白洛然微微点头 我却发现了他手指上少了点什么 对了 结婚戒指 虽然平时白洛然不太待见我 但是结婚戒指却从不离手 而今日 他左手无名纸上的结婚戒指不见了 只于一个淡淡的红痕 也是 都离婚了 也没必要戴着戒指了 我似乎有一瞬间的窒息 没想到人死后还会有情感 将近中午的时候 我习惯地看向了时间 五年来始终如一日地去公司 给白洛然送午餐 今天我却没有出现 秘书何杰似乎猜到了什么 他便迅速给白洛然订了一个外卖 三十分钟后 外卖到了 白总 先用午饭把何杰放下外卖便出去了 白洛然忙完手头上的工作 打开饭盒 才吃了一口 看到他微微醋眉 似乎察觉到可能味道不太一样 他随便吃了几口 便放着一遍了 桌上的手机震动 我瞥了一眼 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他落在文件上的目光始终没有一开 只是随手拿起电话接通 洛然 你下班了吗 白洛然垂眸看了眼手机屏幕 嘴角微微扬起 笨 差不多了 那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 白洛然看了眼桌面的文件 轻声应道 好 白洛然加快了速度 看完手中的文件 便离开了公司 华夏国际酒店 白洛然的车远远驶过去 贺晨熙整理了一下上衣 微笑着等他下车 洛然白洛然朝他走了过去 来很久了 贺晨熙很自然地搭上他的肩膀道 没有 我也刚到 白洛然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 不过一瞬又恢复过来 两人走进华夏国际酒店三楼的法国餐厅 贺晨熙深事地帮白洛然拉开椅子 并点了几个他喜欢的菜 想来自己也觉得可笑 白洛然从来没有为我加过菜 每次我殷勤般地为他加菜 用期盼的眼神望着他时 他总会冷冰冰地说 林修云你没自尊吗 能不能省省力气 贺晨熙心情似乎很好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精美菜品逐一上桌 贺晨熙保持着应有的风度 偶尔也会给他加上一些菜 白洛然抬眸凝着他 关切道 你身体好些了吗 这样看起来 他是会关心人的 只是关心的人不是我罢了 贺晨熙继续切着手中的牛排道 好多了 只是胃疼 老毛病了 按时吃饭就不会犯 我记得读书的时候 你没有胃病 贺晨熙手中的动作顿了下 对上他的视线 那时被你照顾得那么好 哪有机会犯病呢 白洛然脸了眸 他没有照顾好你 贺晨熙放下刀叉 眉眼威明 林修宇霸占了你五年 而我也勉强自己 在别人身边五年 但我们都知道 感情是勉强不了的 我们深爱着彼此 如果没有林修宇的插入 我们五年前就能相守在一起 是啊 一切都是我的错 现在我终于离开了 成全你们 白洛然似乎回想起 五年前所遭遇的一切不堪 脸色愧疚了几分 是我对不起你 贺晨熙起身走到他身边 弯下腰 不 你没错 是林修宇和他家族 以权力相逼 那时的我们无权无视 反抗不了 他看着他的眉眼 视线最终落在他的红唇上 缓缓压下去 变光火时间 白洛然几乎是下意识地侧过头 躲开了他的吻 我很好奇他当时在想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难道他会在意我 曾经我对他的嘱咐 白洛然 我们结婚后 离别的男人远点 他们对你都是动机不纯 只有我是真心真意爱你的 我摇摇脑袋觉得有些自欺欺人 他怎么会在意我说什么 贺晨熙的脸色一僵 站着了身体 是我冒犯了 居然忘了你是个有家世的人 我们离婚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白洛然下意识触摸 左手无名指出的某个地方 那个戴了五年的戒指 已经不在了 但是长时间佩戴留下来的压痕 贺晨熙脸上震惊道 真的吗 你们离婚了 但我却注意到了 他嘴角上扬的瞬间 白洛然站了起来 拉他坐回原来的位置上 轻声道 嗯 离了 贺晨熙的双手 附在他的手背上 笑着 太好了 洛然 你终于不用再勉强自己了 待在他身边了 他紧紧地拉着他的手 这是好事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白洛然无所谓道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没必要庆祝 当然得庆祝 贺晨熙提高声音道 我等这一天等了五年 洛然 就算是为了我 我们一起好好庆祝一番 看着他脸上灿烂的笑容 白洛然不想让他失望 便随他去了 华夏国际酒店的八楼 是一个烧金种 A城有名的千金圈聚集地 他们用完餐后 变上了八楼 我紧随着他们出去了 身体似乎不受自己的控制 本不想看他们如此的秀恩爱 到达八楼时 他们碰巧遇见了 白洛然的姐妹们 和一群男人喝酒 贺晨熙直接就拉着白洛然 去了他们的包间 正耳欲聋的音乐 从包间里传来 贺晨熙拥着白洛然的肩膀 似乎在宣告一种主权 姐妹们起哄 酒杯不停地满上又喝空 到最后 白洛然已经醉得占卜了 脑袋昏昏沉沉 他眯着眼睛看了一眼手表 男男道 十二点了 我得回家了 林修宇那个男人 不让我晚归的 老是管着我 真烦人 贺晨熙一直在他身边待着 似乎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 他的脸色微暗 用手搂着他的腰 软身轰道 洛然 你们已经离婚了 现在已经没人会约束你 所以你不需要再遵守 什么不喝酒 早归的约定 离婚 白洛然闭了闭眼睛 笑道 是啊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 对啊 我们离婚了 看他是如此的开心 我爱了他这么多年 却没有换回 哪怕是一丁点的爱 他亮亮呛呛地 接过别人递过来的一杯酒 一饮而尽 些许的液体顺着他的嘴角 一路滑落至他的脖梗 贺晨熙宁谋看着 此事犹如妖孽一般勾人的女人 侯杰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 好了好了 他适时地挡掉其他人送上了的酒 今晚就到这里吧 洛然喝醉了 我送他去休息 说完 他便搀扶着白洛然 慢慢地走出包间 白洛然一声不吭地 跟着贺晨熙走出包间 坐电梯上了60层 来 洛然 小心 贺晨熙扶白洛然 来到其中一间房门前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房卡 开了房门 来 先进去 难道让我亲眼看着他们在缠绵 这对我来说过于残忍了 两人进了门 贺晨熙扶他到床上躺下 正要帮他脱掉外衣 白洛然却忽然坐了起来 推开他 明亮的双眸 看不出太多的情绪 贺晨熙愣了一下 试探着问 怎么了 我再开一间房 白洛然起身 昏尘的脑袋 是他晃了几下 险些没站稳 白洛然跌跌撞撞走到门口 刚好撞到 在走廊间走动的客房经理 让经理开了间房 他便一人走进新开的房间里 随手把门关上了 白洛然这番操作 我确实没有看懂 他等这一天 不是应该等了很久吗 贺晨熙 银屋的双眸逐渐变冷 最终愤愤避现 小声说道 明明已经离婚了 他竟然还为那个男人 守身如玉 隔天清早 贺晨熙收拾好心情 脸上展现出完美的笑容 神采奕奕地揽着白洛然 从六十层坐电梯下去 走到酒店大堂 我们迎面遇到一位熟人 金碧辉煌的大堂里 人来人往 贺晨熙和白洛然 含笑看着不远处的某人 正是这家酒店的大堂经理 也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赵清灵 我激动想地跑过去 要告诉他不要再掺和进来 可是灵魂却穿过了他的身体 我黯然神伤 才想起自己已经死了 他一身黑色职业套装 身子笔直地站在那里 目光冷漠地落在那对 相互依偎的男女身上 赵清灵嘲讽得到 白总裁还真是会玩呀 家里一个 外面一群 玩得不亦乐乎 白洛然的眸光微尘 却没有说话 贺晨熙脸了笑 向前一步 以一个守护者的姿态 护在白洛然跟前 赵清灵 我们三个人的事 轮不到你说三到四 五年前 是林修宇利用自己家的权势 逼迫洛然嫁给他 如果不是他 我和洛然不会分隔两地那么久 再说林修宇现在一事五成 能给到白洛然什么帮助 不过是个吃软饭的 赵清灵挑衅一般的 看着白洛然 吃软饭 靠女人 我他妈就没见过一个兄弟 能做到像林修宇一样 为了个女人 自己事业都不要了 住嘴 贺晨熙怒气冲冲地 瞪着赵清灵 洛然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我不允许你这么诋毁他 你不允许 你以什么身份不允许 第三者骂 贺晨熙对着赵清灵说 是我和莫潇先认识的 林修宇才是插进 我们中间的第三者 赵清灵激笑道 我怎么记得当年 是你贤贫爱妇 甩了白洛然 跟一个富家女出国了 贺晨熙心虚地看了白洛然一眼 急忙解释 如果不是林修宇插进来 我怎么可能会离开洛然 前后顺序反了吧 赵清灵不屑道 五年 就算是养条狗都会摇尾起连 何况我对白洛然 好到掏心掏肺 最后竟还得不到她的正眼相看 赵清灵盯着白洛然 但愿你真的没有爱上她 否则等你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就会明白什么叫后悔莫及 看着兄弟这么维护我 想到她是第一个得知我死讯的人 到达医院 看见我尸体时崩溃的模样 我想告诉她 不用再跟这个女人浪费时间了 她根本不会在乎 可现在赵清灵愤怒地恨不得 亲手将眼前的两个人撕了 我知道她心里是恨的 恨我这么窝囊 恨这个女人不知好歹 白洛然淡沫对上她的时候 声音冷沉 我不爱她 赵清灵冷笑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所说的话 以后千万不要悔恨终生 赵清灵冷冷扔下这句话 便握着拳头干脆地转身离开 白洛然开车回了公司后 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 一夜宿醉让她有些头疼 会议过后短暂地歇息 她再次让秘书冲了一杯特浓咖啡进来 等待咖啡的时间里 她拿出安静了一夜的私人手机 反看了一下 我过去看向手机屏幕 和晨曦约她晚上一起吃饭 于是她回了她一条信息 说晚上有事 下次再约 回完信息后 她又来回翻开了所有的信息和来电显示 她似乎在翻找什么 在等什么 她垂下眼眸 静默了一瞬 刚巧和杰在这时端着咖啡走了进来 白总 您的咖啡 摁白洛然最后看了一眼手机 抬眸看向和杰 淡然地问 林修宇有打电话过来吗 和杰先是睁了下 随即回到 没有白洛然垂下眼眸 没再说话 和杰的表情可疑惑 我猜白洛然应该从未主动问起过我吧 毕竟以前是我天天向她献殷勤的 喝完热咖啡 白洛然放下手机 重新投入新的一轮工作中去 中午 和杰给她订了盒饭 白洛然吃了两口 眉头又再次拧了起来 这盒饭在哪订的华星饭店 和杰想了想 有些迟疑地问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需要重新再订一份吗 以前订的跟现在这份是同一家店 不是以后就订之前 那家和杰看了总裁一眼 没敢说话 白洛然腻了她一眼 但声道 做不到 和杰似乎内心挣扎了一下坦白道 以前那些饭菜 都是林先生送过来的 和杰紧张道 这几年来 您的午餐一直是林先生送过来的 几乎是风雨无阻 准点送达 因为怕您不吃 林先生还特意嘱咐我 不要让您知道这是他送来的饭菜 所以我才没告诉您 对不起总裁 我不该自作主张似的 以前无论我多么用心地为他做饭 他只要知道是我做的 不愿多尝一口 从此我小心翼翼 卑微讨好 不求他能爱上我 只求他接受我的爱 应该是吃惯了 突然换口味不适应了 白洛然什么也没说 只是挥了下手 让他出去 白洛然看着眼前的盒饭 表情不明 我看向那里菜做的算是重归重据 以前我做的每一份摆放精美用心 味道说不上特别好 却有一种家常菜的美味在里面 他再次打开手机看了一遍 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 放下手机 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等白洛然处理完所有的事情 时间已经不早了 他看了眼时间 便驱车回了别墅 家里已经两天没有主人在了 庸人与几个女佣 尽心尽责地打理着这个别墅 见白洛然回来 庸人很是开心 夫人 您回来了 我去厨房让人给你准备晚饭 白洛然脱下万一 随手递给女佣 然后问庸人 先生在家吗 庸人摇摇头 担摇道 先生昨天早上开车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白洛然诞生道 你让人准备晚饭吧 哎 好我已经两天没回家了 他都没发现吧 白洛然上了楼 回到我们的房间 在房内走了一圈 他才发现里面空了很多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见了 我衣物间里所有的衣服 鞋子都不见了棕印 所有生活用品被一扫而光 而那个五年来 每天等他回来的男人 也不在了 他才发现 我彻彻底底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开了他 白洛然看着空荡荡的卧室 忽然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 充斥着他整个心房 他坐到沙发上 目光触及在灯光下闪烁的结婚钻戒 这个戒指 与他曾经戴的是一对的 他拿起戒指 深海一般莫测的眸色里 有波浪轻轻席卷而过 白洛然攥紧了手中的戒指 面色有些茫然 或许他觉得我终于选择离开了 一日 白洛然准时回到公司 早上会议还在进行中 看到贺晨曦急匆匆找了过来 会议结束后 当白洛然回到办公室 便看到不约而来的贺晨曦 有些微呀 你怎么来了贺晨曦放下手中的咖啡 迎了上去 昨天约某位大忙人吃饭没约成 今天我只好亲自上门 找人了白洛然坐回椅子上 看着桌面上堆积成衫的文件 无奈道 我可能没那么快和陈希体贴道 没事 我等你忙完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 白洛然桌上的文件都处理完了 刚要起身带贺晨曦去吃饭 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屏幕 还是迟疑的接通了 他这个是私人手机号 很少有人知道 手机那端的声音很冷 白洛然 我是赵清凌 你现在来一趟警局吧 白洛然诞生问 什么事 他与赵清凌之间 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交集 赵清凌的声音冷如寒冰 修宇的尸体要火化 火化流程需要你的签字 火化流程需要死者亲人签字 而我的父母早已去世 除了白洛然 没有其他亲人了 虽然我们签了离婚协议 但还没办理最终的离婚手续 因此在法律上 白洛然仍是我唯一的亲人 白洛然眯了眼 你说什么 尸体 火化 赵清凌冷漠地重复了一遍 我说修宇的尸体要火化 需要你的签字 白洛然显然不幸 陈生道 这些把戏很好玩吗 是不是把戏 你来了不就知道了说完 赵清凌便将电话挂断了 白洛然的嘴角淡淡勾出一个嘲讽的笑 躲了两天 终于啃露面了和陈希走进白洛然 柔声问 洛然 谁的电话啊 白洛然回过神 面露歉意 抱歉 陈希 我临时有些事要处理 没办法陪你吃午饭了和陈希神色一致 但很快又换上微笑 没关系 工作重要 我们下次再一起吃饭 嗯 好 去停车场拿了车 他朝警局驶去 来到警局 他依附不以为然的神态 明显觉得 这是我和赵清凌联手完的把戏 不过就是为了挽留他 一定会看到我一脸奸计得逞的模样 可是没有 来到警局 他只看赵清凌站在几个警察中间 神色悲痛 他猝起眉头 走了过去 赵清凌淡漠地看了他一眼 对身边的警察说 他是修宇的妻子 他可以签字赵清凌声音也很沙哑 白洛染不耐烦地问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其中一位警察安慰到 节哀白洛染的瞳孔萎缩 有些不太理解他话中的意思 我先带你过去看看尸体吧 确认一下他跟上那位警察 我很想知道 他在看见了我尸体的时候 会有怎样的表情 会不会有那么一点难过 我跟着他们一路来到一间房间内 房内有一张床 床上躺着人 从头到脚被白布盖住 尸体已经放了两天两夜 现在天气炎热 受伤的部位已经开始腐烂 尸班也出来了 过不了多久就会发臭 所以我们建议尽快火化 尸体 白洛染道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警察轻声解释 你丈夫在两天前发生车祸 当场去世 白洛染被这个闹局一般的讯息 砸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钻紧了锤在身侧的手 这怎么可能他不相信 床上躺着那个人是我 一步步走到床边 他的指尖微微颤抖着触击白布 刚要掀开 却顿了顿 两久才缓缓掀开白布 白洛染愣愣地看着眼前熟悉到 几乎刻入骨髓的男人 许久没有回神 只是静静地拧着我 一言不发 果然他对我依旧那么冷漠 看不出有半点情绪 白洛染想到之前 你是说他是自杀 赵青龄冷笑 哪有那么多意外 他不过就是被你拘了心 被绝症拘了身体 左右也活不下去了 白洛染 羞宇掏心掏肺地对你 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觉得羞宇束缚了你的自由 可他也不过是家族利益的一枚棋子 却要因此承受你所有的痛恨与怒火 白洛染正愣地站在那里 眼帘滴滴垂着 白洛染看了看眼前的确认书 心脏微微皱缩 他缓慢地在确认书上签了字 白洛染看着尸体被推进火炉 烈烈大火逐渐将我淹没吞噬 火化结束后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将骨灰装好 拿了出来 赵青龄下意识想伸手接 却在半路被白洛染截了去 白洛染抱着骨灰中 淡漠地看向赵青龄 她是我丈夫 她的后事由我来操办 不需要 赵青龄拦在她面前 说着 她直接上手去抢 白洛染抱紧骨灰中 侧身避开 她是我的丈夫 她的后事由我来扮白洛染强调 白洛染带着骨灰中回了别墅 抱着骨灰中 钻回到房间里 一夜未睡的白洛染 头发散落着 脸色略显疲惫 沉默了片刻 她才抱着骨灰盒 起身开门走了出去 下楼梯的时候 白洛染竟踩空了两极 摔了下去 她下意识将钟牢牢护在怀里 害怕她有丝毫的碰撞 白洛染小心翼翼地将骨灰中 放置在大厅中间放置的桌子上 亲自查看葬礼所需的一切物品 林修宇明日一早下葬 下葬前还有很多事需要准备 赵青龄一早就过来了 没多久 贺晨曦与几位同学结伴而来 白洛染双眸一直定定地 看着桌子上放置的骨灰中 沉默而安静 贺晨曦看了眼桌面 抿了抿唇 忽然道 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她不会再因爱而不得而悲伤 我和洛染从此也没有了阻碍 赵青龄眼睛通红 明向贺晨曦 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了 原配还没下葬 第三者就赶上门大放厥词 庆贺未来说着给了贺晨曦一拳 你贺晨曦剑把弩张的要还手 够了 就在贺晨曦要反驳之时 白洛染忽然沉声打断 她脸色没什么情绪 只但声对贺晨曦道 你先回去吧 贺晨曦向前一步解释道 洛染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这样 对我们三个人都是一个解脱 我知道你心怀愧疚 但你不能把她的死 算在自己头上 白洛染抬眸看向贺晨曦 声音比之前阴沉许多 马上离开 贺晨曦伸手想拉住她的手臂 但却被她侧身避开了 赵青龄与白洛染 一起操办葬礼前的一切准备 白洛染看向眼前庸人放下的饭菜 脑海里忽然想起五年来 那股熟悉的家常菜的味道 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侵占了她所有的味蕾 她的目光回到婚纱照上 她的笑脸呢喃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她蹲下 将脸埋于双臂肩 肩头颤颤抖动着 或许她是记得我曾叮咛过的话 洛染 我们结婚后 你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 其他男人要离得远远的 所以每天都会按时回家 或许之前点滴她也能记得 结婚后 我远赴她的老家 特意学了她那里特有的小吃 做给她吃 第三个生日 我亲手做了一碗长寿面 在凌晨十二点的时候 准时烹给她吃第四个生日 突然找不到第四个生日 与她有关的记忆 是了 她的第四个生日 并没有和我一起过 那天 和晨曦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毫不犹豫地便开车去找她 我看到她起身 走到柜子处 从抽屉里翻出 我曾经送她的相册 她看着一张张照片 那么鲜活的一个人 似乎难以置信 自己的心底 竟拎拎得有些难过 葬礼当天 天空下起萌萌小雨 赵清凌一早便过来了 撑着一把黑伞 沉默地站在墓碑前面 许多人在墓碑前 吊咽完后 便离开了 到最后 墓地前仅剩白洛染 和赵清凌两人 而白洛染眸色过于深沉 旁人难以从她眼中 亏出半分别样的情绪 她什么时候患上癌症的 赵清凌向前一步 弯腰用袖子 擦拭着照片上的雨水 一周前兄弟几个 一起吃晚饭 她忽然腹部剧痛 晕了过去 我将她送到医院 医确诊报告 应该是她自杀的 前一天拿到的 她给我打了的电话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白洛染 对比雨绝症 带给她的痛苦 最让她绝望的 是你不爱她 白洛染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到别墅的 她无视一切 直直地朝楼上走去 回了房间 房间里已经没有 林修宇的东西了 白洛染躺在床上 有点硬 手开始摸索起来 终于要发现 我枕头下藏的东西了 是一个U盘 插上电脑后 里面我记录了许多东西 有视频 有日记 都是与她有关的 白洛染指尖微颤 她宁谋一个个往下看 翻到最后 眼中静莫名有些酸涩 最后一个 是她出事前写的 想和洛染过一个生日 生日 那天她似乎是过12点才回来 心隐隐抽痛 她仔细回想着 那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赵清霖说 她是在生日当天 拿到确诊报告的 而当晚她便给了她 一份离婚协议 她说 我若是死了 下辈子 我不会再爱你 而她说 等你死了再说 白洛染的心 四倍紧紧地攥在一起 全身的力气 忽然都被抽干了 而我的灵体 也透明了些 一直以来 不愿离开的原因 或许只是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庸人翻外 葬礼过后 夫人变了 她一如往常的准时上下班 看似正常 连她的秘书和洁 还是察觉到她的反常 以前准时上班 却很少准时下班 但现在 只要到下班时间 她便扔下一切回家 还有中午的时候 总裁既然自己带饭 那饭盒 与先生之前带来公司的饭盒 一模一样 比如 埋头工作的她 在秘书送咖啡进来的空隙 淡然抬头问了句 先生今日有打电话来吗 何杰放咖啡的手一僵 硬道 没有夫人会垂下谋 自言自语地呢喃了一句 还在生气呢 何杰震惊地看向 已经重新投入工作中的女人 她每天如常公司上班下班 回来后 她会让人将晚饭送到房间 而且晚饭一定要准备两人份 晚上她常常去酒柜 拿上一瓶好酒上楼 酒杯也是杯的两个 这晚 夫人跟平日一样 拿了一瓶红酒上楼 走到楼梯前忽然顿了脚步 夫人看了身旁一眼 嘴角敬挂了一丝微笑 去给先生准备些下酒菜 使佣人注意力 只放在了后面的下酒菜上 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问题 佣人震了一下 给 给先生准备 夫 夫人 夫人的手臂依旧还着 目光也未从身侧挪开 只轻声应了下 嗯 夫人回头看向庸人 脸上的笑容还没散去 先生喝酒的时候 喜欢吃点下酒菜 你具备一点吧 庸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脸上的震惊更深了 夫人 你在搂着什么 夫人微微醋眉 眼中染了不悦 羞羽这么大一个人在这 你都看不到吗 说完她看回身侧 沉默了一下 开始自言自语 嗯 知道 我没有怪她 只是你好好地站在这里 她居然都没有看到你 除了夫人偶尔有些 让人迷惑的举动 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她常常给大家表现出一种 林修宇还活着的感觉 夫人对这个幻想中的先生很好 她越来越迁就先生 饭菜要厨房做她爱吃的 客厅的沙发 也换成了她喜欢的颜色 这一举一动 无一不再诉说着 夫人对先生的思念 贺晨曦不知从哪 得知夫人现在的情况 闯入别墅 来找她 夫人看见贺晨曦 没说话 只是将手中的甜点放在一侧 但是那侧的沙发上 并未坐有什么人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林修宇已经死了 你还要骗自己 到什么时候 她双手紧紧抓住她的手臂 白露染神色淡漠地 扯开她的双手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 修宇她不喜欢别的男人 来家里和晨曦站起来 你清醒一点行吗 林修宇早就死了 你的愧疚与后悔 她也根本看不见 夫人脸色没有太大的情绪 她伸手在一旁摸了摸 像是在安抚什么 面对贺晨曦 你回去吧 贺晨曦愣愣地看着她 你什么意思 我喜欢修宇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 那我呢 我算什么 贺晨曦瞪圆了眼睛 你真是自欺欺人 贺晨曦离开后 夫人看回沙发 那个如沐春风的人 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她四处搜寻 却始终找不到她半点身影 夫人你难道 生气了吗 为忽然一说 她难受地跑进厕所里呕吐 一个女佣看到了 她转过身 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贺先生 你还是回来吧 夫人现在呕吐不止 专注的女佣 并未留意身后走近的女人 直到寒气清静身心 女佣才发现 夫 夫人 夫人冰冷的目光 定定地拧着她 没有说话 女佣害怕到冷汗直冒 可可叛叛道 夫人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是贺先生 是他让我汇报有关您的一切 和先生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给他汇报 您和先生在别墅的一举一动 先生生日那天 他让我摆一些照片 偷偷放进先生的房间了 我拒绝 但他后来还是用手机 发给了先生夫人目光微缩 什么照片 余庸颤抖着说 是他和您的一些亲密合照 还有 还有运检报告单 夫人的目光一灵 寒气更甚 他让何杰将公司与贺晨曦 所有网外业务全部停掉 一夜之间 贺晨曦失去了一切 他疯了一样四处找寻白洛染 公司 别墅 还有他经常去的餐厅 娱乐场所 但却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他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满腔怒火无处可发 直到某一天 他拨通那个女佣的电话 才明白了 白洛染依旧在公司与别墅之间 过着两点一线 单调而无惧的生活 每天回家 他还是让人准备两份晚餐 送到房里吃 偶尔他还是会下楼 拿上一瓶红葡萄酒回房 仍然是两个杯子 一年后 临休与继日 白洛染捧了一束满天星去看他 他总算认清 他已经不在了的事实 白洛染安静地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 什么也没说 直到夜幕降临 才起身离开 驱车回程时 天下起大雨 他远远看见一辆货车从隔壁车道 失控的迎面撞了过来 手下意识想打方向盘 但就这一秒 他想起去年在警察局里看到的 那个气息全无的尸体 他松开了方向盘 也好 砰 一声震天巨响 白洛染彻底陷入黑暗 当他的灵体飘出体外时 看见了一缕熟悉的背影 急忙追了上去 白洛染视角 我是白洛染嘈杂的声音 断断续续传来 有些熟悉又带点陌生 我感觉到头隐隐作痛 眉头紧锁 缓缓睁开眼 哎 洛染 别睡了 赶紧起来 李教授的课不能迟到 一声熟悉 却仿佛很久远的声音 从耳边响起 我正愣片刻 有些不能理解现在的情况 上下铺的床位 小桌子上面放着书本 化妆品和一些小饰品 周围的一切 带着一丝尘封的熟悉感 我 这是重生了 重生在了大学时期 我看着这一切 只觉得像一场梦 抓住旁边的聂熙 我急切地问 知道林修宇在哪个班吗 校草啊 她是三班的聂熙疑惑道 当我从同学口中 打听到她在情势时 便疯了班地跑过去 看到林修宇的那一刻 她身着白色衬衫 坐在钢琴前 骨节分明的手指 在黑白琴剑上来回跳动 照扬的余晖 正好从窗户洒进来 暖黄色的光线 轻轻抚摸着她的发丝 她脸上挂着阳光 而纯粹的笑容 那是我许久没见过的美好 我的心突然就露跳了一拍 我自始至终都站在门口 既没有离开也没有进去 很想进去 但却害怕这一切都是幻境 怕自己一进去 幻境就会破灭 那个会懂 会笑 会弹钢琴的她 也会随之消失 这样的幻境 在她去世后 我几乎每天都会见到 然后每天都在失去 看着女生围在 林修宇身侧现殷勤 我逆了她一眼 漠然出声 修宇 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情房安静了下来 里面所有人 都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口 面露疑惑 我的这一声修宇 既熟忍又带着深情 林修宇不禁有些争然 走到她面前 我定定地凝视着她叹 我有事找你 能跟我出去一下吗 旁边的女生在看到我时 我看出了她戒备的眼神 女人看女人 总能一眼切中要海 看到林修宇有些茫然 这时可能因为 几乎和我没有任何交集 但我想她应该是知道我的 毕竟我对自己的这张脸 还是很自信的 她犹豫了下 但一个男生 已经迫不及待地 将她退出了门口 快去快去 美女叫你呢 她安静地跟在我身后 走了出去 我带着林修宇去了湖边 这个时间 湖边并没有什么人 林修宇轻声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看向她 她眼底的眸色 如深海般宁静 没有等到我的回答 林修宇对上了 我过于专注的视线 在她还没反应过来时 我便扑向了她温暖的怀里 我紧紧搂着她 什么也没说 只是静静地抱着 林修宇刚想将我推开 手却这样停在半空 她整个身体都僵住 你 遇到什么事了吗 让我抱一会 就一会是她的体温 是她的气息 是我发了疯想要见的她 我终于找到她了 紧紧地抱了一会 我松开她 不等她有所疑问 便开口道 饿了吧 我们去吃饭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 即使满是疑惑 也没再多问一句 估计觉得会触碰到 我的伤心事 我牵起她的手 往校门口走去 你喜欢吃什么 这次 林修宇没有顺着我 微微用力抽回了自己的手 我心中一紧 回头看向她 好不容易找到她 我恨不得时时刻刻 都紧紧地抱着她 牵着她的手 但也知道不能太唐突 于是 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 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 我颤抖而认真的声音 忽然响起 你还喜欢我吗 林修宇有些错愕 她回过身看我 眼神中闪烁着复杂的情绪 犹豫了片刻 她轻声开口 如果和男朋友吵架了 就好好沟通 而不是随便抱其他男生 这样只会让两个人的矛盾 越来越大 说完这句话 林修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愣了愣 好一会才从她的话中反应过来 男朋友 糟糕 我居然忘了这件事 这个时候 我原本是不认识林修宇 而是和贺晨曦谈恋爱的 我扶恶闭了闭眼 心中一阵懊恼 这下子 岂不是给林修宇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有了男朋友 却还去聊其他男生 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些奇怪 那么没课后要先找到贺晨曦 于是我冷静下来 努力回想当年我与贺晨曦在一起时 她的习惯 贺晨曦家境一般 但读书却很刻苦 大多数时候 她不是在教室 就是在图书馆 按照上辈子的她的习惯 一般这个时候 她应该还在图书馆学习 我一路来到图书馆 直接上了五楼 前世 我和贺晨曦经常一起来这里 而且总是坐在五楼左侧最角落的位置 那里足够安静 平时也很少有人打扰 今晚因为约了石油跑步 所以我提前跟贺晨曦说了 不和她一起去图书馆 然而 当我走到那个熟悉的角落时 却看到了令我惊讶的一幕 我忽然顿了脚步 那个位置上 不止贺晨曦一个人 还有一个女生 她正闭着眼睛亲吻贺晨曦 而贺晨曦似乎也很投入 许是察觉到来人的气场 贺晨曦侧侧头望去 脸上瞬间露出惊慌的表情 洛然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冷漠的目光 淡淡扫过眼前的两个人 我有话跟你说 那个女人轻蔑地捏了我一眼 无所谓地笑了一下 晨曦 我先走了 明天见贺晨曦了敏唇 目光切切地看向我 没有回话 女生离开后 我带贺晨曦离开图书馆 学了一处适合谈话的地方 洛然 你听我解释 我不知道 贺晨曦慌乱的开口 我们分手吧 还没等贺晨曦解释完 我便已淡漠出声 前世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对不起贺晨曦 因为林修宇的出现 我辜负了她 现在看来 一切都像个笑话 你 你说什么 贺晨曦睁大了眼睛 慌乱的伸手想拉住我 洛然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周星今天突然说 要和我一起去图书馆 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是他说 他只是想请教我一些 有关课程的问题 我也不好拒绝 只能让他一路跟了过来 一开始 他真的只是问我一些问题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用解释了 我后退两步 神色很淡然 我带给不了你任何想要的 你追求更好的生活 我没有意见 只是 我们到此为止吧 和晨曦动作一致 忽然就冷静了 我再也没有多看他一眼 直接转身离开 再次在琴师找到林修宇时 我想学钢琴 你可以教我吗 他看向我轻声道 可以在旁边的叶晨 眼看着事情发展得 越来越不利于自己 他连忙道 我也会弹钢琴 我可以教你啊 我的余光都不曾在他身上停留半秒 只是看着林修宇 柔声道 就这么决定了 等你有空就教我林修宇点了点头 然后对叶晨说 我先走了叶晨温柔一笑 好他离开后 我冷冷地看着向叶晨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冰冷 离他远一点 叶晨脸了笑 也沉了声 白落染 我知道你 学校的笑话 据我所知 你是有男朋友的 既然已经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来招惹修宇 就因为他善良吗 你想在他身上得到什么 我是想得到他 但 我双眸微眯 神色如同地狱厉鬼般 阴沉冰寒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离他远一点 我脸上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癫狂 浑身冷气逼人 叶晨看着我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被惊到了 凭什么我要离他远一点 就算你也喜欢他 我们大可以公平竞争 我说了他是我的 我的脸色阴沉的吓人 他上辈子就是我的 这辈子也不会有例外 我不允许有任何的不确定因素 环绕在我与林修宇之间 重生一世 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找到他 然后好好爱他 叶晨顿了下 脸色慢慢变得十分难看 神经病啊你 我冷沉的凝射他一瞬间 然后淡漠一开视线 记住我的话 别再纠缠他叶晨冷笑一声 瞬间怒气爆发 什么上辈子就是你的人 你是不是白人梦做多了 就你这种穷酸样 能带给修宇什么 我出于礼貌给你几分薄面 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 我面无表情的向前一步 身为环宇国际的总裁 多年上位者的气势 瞬间释放 准确无误地压向叶晨 坚持对射几秒 叶晨后退一步 吃了一声 满脸不屑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了 我安静地站在原地 脑子里不停回响着 叶晨那声穷酸样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环宇国际的总裁了 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学生 这样的我 凭什么让林修宇 坚定地选择我呢 有些事 确实要提上上日程了 我回去查看了 最近的市场环境 然后想起前世的这个时候 正有几个绝佳的商机即将出现 我抓住机会 横空插入 最终反响不错 在商场上有了一丝铭气 一个星期后 我放下手中的是 去琴市找林修宇 我走了进来 手指倾斧过钢琴的黑白键 轻声道 不是说好要教我弹钢琴 啊 那个林修宇轻轻拍了下额头 满脸歉意道 不好意思 最近忙着准备元旦晚会 要表演的曲目 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时间 没关系 我不着急 等有时间再教我 我微笑道 一起走走呗 正好送我回宿舍 这次我想更主动些 我嘴角微勾 满眼柔情的凝视着她 林修宇的脸瞬间变红 既不敢对上我的双眼 手也不知道该往哪放 整个人僵硬且不知所措 我见她红着脸 话说不出来的样子 只觉得很是可爱 我就这么一路跟她走着 一直快倒到女生宿舍楼下 才松了手 林修宇正要跟我道别时 我轻声喊住了她 修宇 跟我在一起把她神色一顿 还没反应过来 旁边突然响起一阵嘈杂声 叶晨捧着一束花 认真且深情地朝林修宇 缓步走来 直至她的面前 这一幕 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路人 他们纷纷停下脚步 期待着一场浪漫告白的发生 宿舍楼下 以林修宇为中心 逐渐围起一群人 我淡目而立 清冷的目光淡淡凝视着叶晨 眸底一闪而过一丝阴厉 林修宇背着突如其来的场景 惊了一下 看到叶晨朝自己走来 她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叶晨将花束递到林修宇面前 深情地说 修宇 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表白的话一出 围观的人群迫不及待地助攻 答应她 答应她 我眸光顿时沉了下来 向前一步 修宇 不要答应她 我由于太过恐惧急切地说道 其实我也喜欢你 我定定地拧着她 与其中充满期待 林修宇显然有些无措 无奈地说道 今天事情有些突然 你们都回去吧 我在想她真的很温暖 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拒绝一个女生 叶晨忽然就静了声 神色落寞 我却勾起了唇角 按照时间来说 现在她显然是喜欢我的 四周的看客目光 在我和叶晨身上打亮了下 然后又各自离开了 等所有人都走了 我执着地追上去林修宇 我仰起嘴角说 修宇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做我男朋友好吗 她垂眸沉默片刻 然后缓缓地对上我的目光 对不起 我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我急切地拉住她 她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缓缓开口 我应该是喜欢你的 可是却不敢再爱了 她告诉我 很久之前 她做了一个梦 一个悠长而充满悲伤的梦 梦里她和我结婚了 本以为能与我携手到老 幸福一生 却不料在婚后 每一个独自等待的夜晚 那份最初的欢喜 渐渐蒙了灰 我因为父亲的手段 而被迫放弃和晨曦嫁给了她 结婚后她才知道 我恨她 可她却舍不得因此与我离婚 她那么爱我 怎么舍得就这样放我走呢 于是 一个抱着爱 一个怀着恨 就这么日日夜夜相互折磨着 不死不休 梦里 她为了照顾我的胃 从不会做菜的她 开始天天埋进厨房里学习做菜 她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在上面细心记下我的喜好和厌恶 因为我不喜欢吃辣 所以整整五年的时间里 她几乎没有尝过辣味菜肴 可明明她那么喜欢吃辣 每一次我的生日 她都精心筹备 亲手制作生日路 做长寿面 甚至特意去我故乡 学习制作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小吃 能做的她都做了 但结果呢 可陈希一回来 我便彻底不要她了 有人说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 如同不存在彻彻底底的绝望一样 但她觉得并非如此 对她而言 这个世界存在着彻彻底底的绝望 而这种绝望她在梦里经历过 她生病了 得的是绝症 当看到那份诊断报告的时候 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死寂 只剩下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既找不到往前走的路 回过头 也早已没有了退路 如同一只孤舟 在茫茫海洋中 失了方向 且狂风暴雨思虐 生命到头了 她想是时候放我走了 为了所谓的爱 将我绑在身边长达五年 真的太自私了 在她生日的那一天 她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 等过完这个生日 她便彻底还我自由 她买了一个蛋糕 拒绝了朋友的邀约 一个人 安静地待在房里等我下班回来 那天 她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连晚饭都没有吃 就这么一直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呆呆地看着门口 等待她被推开的那一瞬间 等待有多煎熬 大概就像有人 拿着一把小小的刀 一点一点割下你身上的肉 那种疼痛 却无法自救 壁中敲响的那一瞬间 蛋糕上的蜡烛熄灭了 她的心也彻底从高空 跌落深渊 至此再无半点希望 她从酒柜里 拿了一瓶红酒 一杯杯往嘴里灌 麻木的动作就像一个木 一杯接着一杯 不知道过去多久 我回到了家中 她喝了整整一瓶的红酒 按照她的酒量 她本应该醉了的 但是她没有 她很清醒地走到我面前 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轻轻吻了我 并说了一句 让她无论是梦里梦外 都感到撕心裂肺般疼痛的话 下辈子 我不会再爱你了 下辈子 不会再爱你了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梦境中的一切过于真实 那种追心刺骨的疼 同样过于真实 以至于她每每想起心脏 都会疼得忘记跳动 她知道我的存在 但她不敢去找我 因为害怕再次承受那种疼痛 她没想到我会来找她 并且向她表白 这一切都与梦境相悖 可终究 她不敢再去爱我了 就让我们之间 保持两条平行线吧 没有交集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 爱恨别离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片刻的难以置信后 快步追了上去 将她拦了下来 不应该是这样的走向 就算是我擅自更改了顺序 换成我去追她 但前世的这个时候 她应该是喜欢我的 我一路将她拉到湖边 牵起她的双手 凝视着她的眼睛 这时我才发现她眼眶冲红 我心底顿时软的一塌糊涂 轻声道 你喜欢我 对吗 随即低声追问 既然喜欢 为什么要拒绝我 林修宇神色悲伤 却不肯不说话 告诉我 修宇 那只是梦 即使真的也是过去的事了 为什么不接受我 不要再问了 林修宇脸着眼眸 我也不知道 我说不清楚 修宇 正是自己的内心 不要逃避我柔声诱 拇指指幅轻轻攀上她的脸颊 把理由说出来好吗 否则我不会放弃你的 嗯 我耐心的等她的心情 慢慢平静下来 等她开口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林修宇低沉着声音说道 你为什么会和男朋友分手 不合适 我坚定的回答 林修宇亚声道 怎么会不合适 你们是很多人眼里的金铜玉女 你们成绩好 长得也好看 很多同学都说 你们般配极了 我一直定定的看着她 不愿错过她脸上的半点情绪 可不合适 只有当事人知道 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林修宇缓缓吹谋 对上我的视线 那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我爱你 我坚定的说 我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 不 应该说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林修宇有些疑惑 那只是你以为的 我压抑着心底的躁动 轻声道 你那么优秀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林修宇争住 你认识我 傻瓜 我当然认识你 你是因为在意这些 才拒绝我的 我期待的等着她的回答 林修宇偏了偏头 看着我 却没有开口 看到她的动作 我谋色暗了下 不要急着拒绝我 其他人都不重要 你只要记住 我现在喜欢的是你 只有你 为什么会喜欢上我 林修宇还是没能想明白 我为什么突然就喜欢上自己 现实里 在我来找她之前 我们之间似乎从未有过交集 就算是在梦里 我们结婚了 我也是不爱她的 而现在 我说我爱她 只爱她 林修宇应该是有些分不清 哪些是现实 哪些是梦境了 我夸上她的胳膊 忍不住倾笑道 修宇 喜欢上你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她性格温和 待人谦虚 读书成绩优异 外形条件完美 家庭条件也让许多人羡慕 我突然觉得自己上辈子瞎了眼 这么好的一个男生在我眼前 既然都没有好好关心她 爱她 可是你的靠近 会让我觉得很难受 林修宇忽然嘀喃道 我目光顿了下 不解道 为什么 稍微再用力一点 我就会窒息而亡 林修宇眨了下眼 轻声道 可能还是因为那个梦 林修宇缓缓抬眸 对上我的眼睛 梦里我们结婚了 而且这个婚姻很失败 我心底咯噔一下 眼眶微缩 你跟我结婚并非出于自愿 你并不爱我 因为我束缚了你的自由 你喜欢贺晨曦 而我是你们之间的一道障碍 你不是我心底微慌 但脸上却依旧沉着 你不是障碍 我爱你 修宇 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她太真实了 从结婚到离婚 就像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更可怕的是 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那就是 我曾经真实经历过的一生 从她悲伤的表情 我似乎猜到那样的爱与恨 痛与伤 都太过沉重 她实在没有勇气 再去经历一次 而梦中的最后 那句 下辈子 我不会再爱你 更是每每想起 她的心就会如同被撕裂般疼痛 我心中大震 她记得前世的事情 她和我一样 记得前一世的事 我忽然有些无措 只能紧紧地抱着她 哑声道歉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的眸色是绝无仅有的沉痛 我不应该让你难过 林修宇用力挣开我的怀抱 后退了几步 望着我 不用说对不起 无论那是上辈子的事 还是梦里的事 都过去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我不想往回看 也不想深究这场梦的来源 我只想守着自己的心 过好未来的生活 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声音沙哑 我可以陪你 不需要林修宇诞生拒绝 我的人生 我会自己好好过 但是其中不能有你 我痛苦地凝望着她 没有说话 那场梦里的点点滴滴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我深刻记得 生日的那个晚上 我对你 也是对自己说过 下辈子 我们别再见了 所以就这样吧 林修宇吹了谋 脸去所有情绪 我们就当从来没有见过说完 她再次后退几步 然后转身离开 我做不到 我悲痛的声音忽然响起 林修宇的脚步一顿 却没有转过身 修宇 我做不到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直直停在她的身后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惊呼祈求地开口 这一事 我本就是为了她而来 而如今 她却要抹去我们所有的过去 那我重生的意义何在 林修宇始终没有转过身来看我 只是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 坚定且冷静 对不起 我也做不到 她做不到接受我 而我也做不到放下她 与其说做不到 她更应该说不敢 她不敢学爱我 她对我的爱 早就已经消失在那一场梦里 梦醒 便是重生 这一次 她再没有丝毫犹豫 迈不离开 我望着她决绝的背影 心如刀脚 我试图呼喊她的名字 无法发出 我知道她已经离我远去 再也无法挽回 悲伤冲击着我 让我无法呼吸 我尝试着去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但每一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像是失去了灵魂的躯窍 我沉浸在悲伤中 无法自拔 生活瞬间失去了意义 那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总裁之位 似乎对我来说也没了吸引力 我想要的 前世就在我身边 我却没有握住 遗憾吗 遗憾呀 怎么会不遗憾呢 再次听到林修宇的消息时 是三年之后 她与叶晨要结婚了 我犹豫了许久 最终决定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想 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 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去见证她的幸福 婚礼现场布置的温馨而浪漫 处处彰显着 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喜悦与期待 我躲在人群中 远远地看着他们 林修宇穿着鼻挺的西装 帅气而成熟 叶晨则是一袭洁白的婚纱 宛如仙女下凡 她们携着手 缓缓走向舞台中央 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我的心上 与上一世不同的是 这一次 新娘换成了别人 我看着叶晨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神情 心中五味杂陈 重生回来 我以为那个位置还会是我 但如今我却成了旁观者 林修宇满脸稀奇地望着叶晨 他们的眼神交汇在一起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两人 他们看起来如此美好 我心中阵阵脚痛 泪水不自觉地滑落 我曾深爱过她 我承认 我依旧无法释怀 然而 我也明白 她的选择是对的 她的生命中不该有我 重来一世 才明白要珍惜眼前人 才能不留遗憾 全文完